先谈俄罗斯 白俄罗斯部署核武 其实也有历史背景 这次触法的点是什么呢? 主要是英国,原来是关于英国的事 有分析认为 主要是由于英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 我日前和大家说过什么是贫酵蛋 贫酵的贫酵就是贫酵二三五的贫酵 就是做核弹的元素 贫酵蛋 英国准备供应这些贫酵蛋给乌克兰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贫酵蛋首先是英国已经不用 他们想借这个机会送给乌克兰 让他们不用再花费去销毁这些贫酵蛋 为什么要销毁这些贫酵蛋呢? 原来基本上很多地方都已经禁止 用这个贫酵蛋 在军事上很多国家 因为这些贫酵蛋第一 有复射的元素 第二是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 对土地或者土壤或者水源 可以造成很大的污染 而且会造成很大的对人命的伤亡 对人生的伤亡 无论是对军队、军人或者对平民 也有机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所以这些贫酵蛋 基本上现在是变相地被禁止採用 但英国竟然宣布 就为了不用花钱去销毁这些贫酵蛋 就将它送给乌兰 如果送给乌兰的话 乌兰有机会用这些贫酵蛋来攻击俄罗斯 从而对俄罗斯的军人、平民、土地、水源 作出很大的创伤和污染 所以这个行动就是一个短期激怒了俄罗斯 和普京的一个触发点 所以现在呢 就说的是普京就宣布 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 将会是部署一定数量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 另外也会帮白俄罗斯装备 能够搭载核武的战机 大概是10架 刚才所说的 如果真的用朋友弹 会对乌克兰 甚至乎对乌克兰 就是俄罗斯当地的农业 将会带来几十年的影响 因为污染了水源和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 事实上呢 早前呢 即是去年呢 其实俄罗斯的安全会议 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已经说过了 你们西方国家 就不要打开潘多拉摩盒 你这次英国援助乌克兰 如果真的被朋友弹 就打开了潘多拉摩盒 其实 梅德韦杰夫一直都说 有几个情况之下 如果西方国家 是这样做的话 就会逼到俄罗斯使用核武 有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 就是当有国家攻击俄罗斯 或者俄罗斯 这些庇护国家 是受到核弹的发射攻击 这是第一 第二 当有国家 率先对俄罗斯 和同盟的国家 使用任何核武器 这个呢 如果朋友弹是有核元素 那其实英国 已经犯了这个错误 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 如果有国家 对俄罗斯的储存 或者发射核武器的 关键设施 实施打击 第四个条件呢 就是 如果有国家 威胁俄罗斯 民族生存的行为 这个也是 英国 如果真的发 朋友弹给乌克兰 从而 用朋友弹去攻击俄罗斯 其实是有机会 威胁俄罗斯 人民的生存 这个行为 如果真的的话 佩德韦杰夫说了四个条件 会击到 俄罗斯是用核弹 现在英国 是犯了两件事 就是 率先 对俄罗斯 使用核武器 第二 另一个就是 犯了什么呢 就是威胁俄罗斯 民族生存的行为 好了 这个就是 近日的发展 所以现在 俄罗斯公布了 在白俄罗斯的部署之后 西方当然是 互相谴责 湖克兰也是 首先跳出来谴责 但是呢 奇怪 美国相对地温和 那美国是怎么回答呢 怎么回答复这件事呢 回答复媒体 那美国就说呢 呃 我们的情报 就没有收到 任何关于 俄罗斯是有机会使用核武的意图的证据 所以呢 美方呢 就不会 调整任何核力量的部署 就是说 俄罗斯 将会在白俄罗斯部署 核武 但是 美国就说 我没有收到情报 我不认为 美国会 即是我不认为 俄罗斯会用核武 喂 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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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部署 你没有收到情报 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新闻 但是 美国呢 就说 我没有收到情报 应该呢 那他就暗示 俄罗斯方面 是不会使用核武的 所以呢 美国也都不会 调整他自己的核部署 即是美方也都不会 将他的核弹头 部署在 比如说 俄罗斯边境 或者是部署 在乌克兰境内 那这个其实呢 似乎是美国呢 对这次俄罗斯 这个行动 就相当是 有戒心 和相当 有点害怕 应该说 因为事实上呢 俄罗斯现在是 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核武 核武的弹头 有专家估计 大概有6000枚的核弹头 相反美国呢 就是 大概有3000多枚 那其实比俄罗斯少很多 另外有消息就说 其实俄罗斯 已经 部署了一堆核弹头 就是很近 很近 这个是 这个是 乌克兰人 大概呢 现在呢 就是 俄罗斯的核武库 现在呢 大概是有 500多枚核导弹 已经部署了 那就是 随时可以发射的 那就是 俄罗斯在核武的条件 是比美国呢 可以说成熟很多 所以如果真的 俄罗斯要动用核武 美国也不要说不怕 因为相对来说 美国的核弹头数量 是比俄罗斯少了很多 俄罗斯六千多枚 美国只有三千多枚 那 那 美国呢 另外 本身呢 它在北约 就部署了大概150枚的核弹 所以 如果 看到俄罗斯今次的部署 那 它在北约 再增加多的话 似乎 也不想 令到 那个 冲突 或者是双方对峙局面 更加恶化 恶化 这个阶段 好了 这个就是 美国似乎 近日 针对俄罗斯部署 的发言 那 另一方面 又很有趣 美国政府 是这样说 美国军方这样说 美国媒体 近日都配合了 配合了什么呢 就是说 有一些公布 就说 外国的僱傭兵 已经涌入了乌克兰 大概是有2万个僱傭兵 好了 那 今次 《纽约时报》 立刻出来说话 看到《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说什么呢 他说 关注这件事 他认为 《纽约时报》 这个所谓 两万个僱傭兵 在这里的部署 是不对的 他说 其实没有那么多 似乎 美国的媒体 就帮美国政府 就告诉他 其实没有那么多 外国僱傭兵 其实 只有1500个僱傭兵 在这里 那些所谓 两万个僱傭兵 的数字 报大了 还有 美国的媒体 竟然说 有些来自美国的僱傭兵 他不是真的打仗 他只是走进烏克兰 骗钱 去换食 那这个人 他立刻就做了一幅图 就叫做 雅斯克斯 原来 他说 有一个来自美国 康乃迪格州的 所谓固傭兵 这个雅斯克斯 他就自称 曾经在美军服役 但实际上 他只是一个家居 那这个装修承包商 就假扮僱傭兵 进去乌克兰 做什么呢 那首先 原来 就是说 首先他不是打仗 原来他进去就拍片 接着就放上网 接着就宣传 说他是 美国的僱傭兵 很辛苦 为了 为了正义 去去乌克兰 打仗 那所以就网上宣传 结果他筹到 100万美金 那就 《纽约时报》就揭发出来 就说 这个人呢 其实就 假扮僱傭兵 就去筹款 所以就叫那些人 第一就不要捐款给他 第二 就说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人 没有那么多僱傭兵 两万僱傭兵去乌克兰 因为不对 不错的 不错的 千万大家不要捐钱 给这些所谓英雄 因为这些所谓英雄 就穿着一身的迷彩衣 就走去乌克兰 拍片 之后放上网 就骗钱 所以实际 在乌克兰的 顾傭兵 的人数 不是那么多 这个报道 很有趣 似乎 连美国的媒体 都配合了美国的军方 就告诉俄罗斯 其实就没有那么多僱傭兵 在乌克兰 你们不要那么生气 不要那么敏感 应该 实际上只有一千五百 僱傭兵 在乌克兰 这种反应也挺有趣的 美国也对这次普京 说要部署核武 都相当有戒心 相当害怕 好 那尽管看看事态发展 好了 最后就小小时间 说一说 昨天我说了 香港的年轻球手 许隆一 历史性第一次 获得亚秦赛冠军 我觉得 香港的高尔夫球发展 向来比香港政府 是比较忽视的 我觉得可以加强一些支持 因为香港的球员的水准 原来已经可以攀到上 亚洲的高峰 值得推广的 所以我也带到另一个话题 就是 其实 本岭高尔夫球场 当年就是要收这个球场 最后就是 只是收 九公顷 因为整个球场 分岭是说 一百七十公顷 最后就收九公顷 部分是建公屋 那我就说 首先 最初一个 就说要收完 那这个我是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 香港其实真的 不是很多高尔夫球场 而是唯一一个 一个是指标性的 可以扮国制赛的球场 是唯一一个 记住 唯一一个 就是粉岭 所以我觉得是不应该收 有些人说 那你去其他的球场也可以 香港球场有多少个 我可以说 全部给你听 石欧 只有九个洞 九个洞 不可以扮演比赛 那渔景湾 就有十八个洞 不过渔景湾 本身是渔景湾 它的地头 是香港兴业的 那是私人的 那还有一个 就是私人 就是清水湾 但是清水湾 基本上就是在山卡拉 清水湾的交易公园附近 那你没理由收了清水湾 来建公屋 山卡拉那么远 还有哪个呢 澳西洲 澳西洲是马会建的 就是你在西贡码头 就搭十分钟船 去一个岛 那个岛叫澳西洲 整个岛 现在建了三个十八栋 那那是公众场 那你也没理由 拆了一个公众场 建公屋 那如果说了这么多个场 原来香港 真的你说 有可能拆了来建公屋 正正只有一个 而这一个场 就正正是 扮演了六十多年国际赛 本身也有很多 值得保留的环保的树木 那所以最后政府 就是一百七十公顶不收 只是收九公顶 我觉得就是合理了 首先是合理 因为你没理由收了唯一一个 就是一个指标性的球场 那你就完全扼杀了高与夫球发展 是不是 那所以现在收九公顶是OK的 那我昨天提到 其实如果九公顶 不收也没有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因为现在的 我们是有一个新的 所谓北部区域的 都会区的发展 那我们很快地说一说 那你看到呢 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呢 就是包含了 新界北部 由西边的洪水桥 一路移过去 就是福田 接着再移过去 就是粉岭上水 然后再移到过去 就在这边 其实已经去到 印周堂 沙头角那边了 那整个北部都会区的发展 那我们说的呢 是一个很大型的发展 那我们在说的是 多大型呢 600公顶的土地 最多是186,000个住宅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 这么大型的 这么大型的 project 在北区 而呢 粉岭高尔夫球场正正就是 在 他这个大型发展计划的 南边小小 就是大概这些位 就是9公顶 9公顶可以起到多少呢 就是1万个单位左右 那和这个本身 600公顶 这么大型的 发展计划 是起到18万个公屋单位 那真的 应该是住宅单位 有公屋有私人单位 等于13-14个太古城 那好了 其实我们有了 有这么大型的计划 那其实是否还需要 粉岭国球场的 9公顶都起来呢 可能需要的 我也不反对的 不过我觉得 集中资源 是否应该发展 这600公顶呢 我们应该加速 在这600公顶做功夫 就不是分资源 在这附近 再搞9公顶呢 我觉得都可以起的 但是 我们的焦点应该是 在这600公顶 所以我昨天就说 其实你就算不收 这9公顶 都不要紧了 你现在应该加速 将资源集中发展 在这600公顶 那这600公顶呢 可以建造了 将来是18万个单位 还有呢 是会新增6万多个职位 创科职位 还有呢 在东面呢 还有2000公顶的 完整湿地和海外生态保育系统 是说住多少人呢 是会住250万人口 是的 没错了 是250万人口 那北部都会去 最终呢 有农云立合250万人口 65万个工作职位 其中15万个是创科 那这个大型的项目 才是我们现在的重点 是不是 就不是说 就是我们再争拗 本领收多少 收完多少 起多少 那个交通负荷 负荷 可以不可以 所以我这个是 从一个全盘的 plan 去看一个发展 所以我就认为 首先170公顶 收9公顶 OK的 9公顶离气高屋 都OK的 不过不收都可以 就是我说 重点应该是 发展600公顶 为250万人口 这个大项目才是最重要 好了 另一个是重点 有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收份量啊 为什么你要为了 几千个尊贵的会员 就是荒废 就是这块地 是用了 给他们用 那首先呢 我真的要大家去看看 数字 他不只是服侍几千个会员 粉岭 三个18栋高业富球场 2021年是有18万人次用的 18万人次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 大部分都不是会员 是我和你 这些星斗市民 那你就会说 哇 你真是有钱了 上方你打得起高业富球 那我就立刻给大家一些数据 大家看看 就是 究竟你去打一次高业富球 是不是很贵呢 如果你打18个洞在粉岭 平日 你是需要给一千三百元 那如果你在黄昏三点钟后打 你想便宜一点 就是三点钟后打 650元 那我相信650元很多人都可以避免 就是你不是每天打 你可能一个月都是打 两次三次这样 那还有呢 当然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在Weed Day打 因为星期六日呢 就只是给个人们打的 那你在Weed Day一至五呢 其实你可以给到低到650元 都可以打到的了 就不是真的这么富豪的 就是富贵人才能打到的 另外呢 如果青少年呢 如果你是一至五在粉岭打球 就基本上是给300元而已 那黄昏呢 之后呢 就给150元而已 那是一个很相宜的价钱 好了 那这样就 相对来说呢 新加坡是有16个高业呼球场 香港刚才我告诉你 有几个 而且是只有一个呢 就是有 六十多年历史呢 是扮演这个国际赛 只有一个而已 那你没理由去 去把那一个分 高业呼球场收了去嘛 所以现在不收是对的 那等于新加坡有16个高业呼球场 那你没理由去收了Sentosa Sentosa现在是搞国制赛的嘛 那好了 另外呢 也都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些数字 就是说 如果你去打高业呼球呢 你落场打十八洞呢 其实你可以不落场 平时可以练习的 你去屯门呢 政府那个屯门练习场呢 它是球渡一个小时 它是收你48元而已 那如果长者呢 就收你24元 那我想很多人呢 一般市民呢 都可以 去练习场 去练习 去享受高业呼球运动呢 其实真的不是说 那么多钱的 那不要把高业呼球 标签到 是一个 贵族的游戏啊 或者是很有钱的人 才能打得到 就不是的 其实你和我都能打得到的 所以练习场 你打黄昏球 就是三点 三点钟之后呢 是去的 是多少钱呢 650元 是吧 650元 那很多人都能够起 你不是每天打的 是吧 一个月打一次 两次 三次 也不是太多钱 青少年又更便宜 下五三点后 150元就打三个龙 是吧 所以呢 就是 我昨天所说 分享到 也有很多回应 我也是想 给大家一些数字 去看看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就是说 其实 我们的重点是 北部都回区 我们应该是 重点 把资源放在那600公顷 为250万人人口的住宿工作 去努力 去加快那一道 那就是 就未必是需要 再争拗 发展粉岭 那九公顷的地方 建一万个单位 这个事情 就是 我是在资源上 纯粹在资源上分配上 我是有这样的看法 至于 很多人都说 有KOL都说 就说 粉岭打球 有些记者就说 六千元嘛 打一次 有KOL就说 三千多元 我都不知道 他怎样在这些数字 怎样拿出来 我就查到 就是1300元而已 下午打就是650元而已 这个就是真正的数字 这些没得假的 是不是 所以就不要说 标签了粉岭 就是专柜几千美元 才能打到 不是的 你和我都可以 如果练习场更加便宜 几十元打一个钟 都可以 这个就是今天的回应 就是想澄清一下 有些数字 不代表谁是对的 大家都各有各的看法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 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力部 去巴士力部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力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